黨政議題要來關心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確定要來備戰年底的首都市長選舉 假日和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 一同出席台北市街舞活動 那除了要積極爭取年輕人的支持 兩個人合體也被貼上了 是否為權貴標籤 但連勝文卻批評 現在坐在總統府行政院的這些人 拿著權力不做事才叫權貴 未來在台北提供給各位 更多念舞環境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安全便利 而且自由奔放的環境 職工台北市長寶座 假萬安挺年輕人跳街舞 時下願景開支票 同時也積極會面藍英大佬 前一天拜會前總統馬英九後 馬上就合體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 哪一年我們在台北辦B-boy的時候 可以我們台北市長親自上來跳一場好不好 高喊未來台北市長 也挑戰過同一個位置的前輩 親自抬轎給信心 小安正式接受徵召後 首先來吸年輕人選票 但 出席活動台上致辭這位代表國民黨青壯世代的台下台北年輕人卻通通不認識 另一大隱憂就是撕不掉的權貴標籤 就怕被打成連勝文2.0 從到2014年拜選覆轍 林一頭首都市長選戰對手民眾黨力挺的北市副市長黃申申 夏日繼續拼防疫針對角安喊出未來共軍擾臺就不辦雙城論壇兩人意見大不同 中華民國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北市身為中華民國的首都 我們有自信跟全世界各個城市來做交流 雙城論壇是保留一個對話的管道 我們當然會繼續舉辦 共軍擾臺的情況之下 是不利於兩人之間的交流 面對敏感兩岸議題謹慎回應 試圖拉近與年輕人距離